她有要出養 因为阿嬷她实在没有 经济能力 在扶担这个小孩 我朋友的妈妈 就是看她的钱包姆 她因为照顾她 已经有点感情了 她有点舍不得 所以她才一直在跟外婆 讨论说 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做 都有感情了 却还是因为出养 留下汗室 可想而知 钱包姆有多难受 现在卫福部也 韩文儿福联盟 暂停新收出养儿童 这个事情 和社会局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因为社会局当初 只提供给这个外婆 有申请补服的这个功能 假设本来的家庭 有照顾台台的 这个配合很好的保姆 为什么一定要交给儿盟 的这位流行保姆 议员质疑 新北社会局失能 甚至沦为 拜托民间团体的角色 失去主导权 卫福部也对此提出 六面向检讨 地方政府应该还是 要跟整个受出养 媒合机构 要有更紧密的一个合作 那不是做了出养的 一个决定之后 就停止了相关的服务 不是出养后就不管了 卫福部提出六点 像是出养必要性 应由地方政府评估 不应将评估 媒合暂时安置 及收养后的访试工作 全部交给民间团体执行 儿童也不能仅因 家庭经济因素出养 应该提供家庭支持 与经济协助 另外还有强化保姆机制 访试及访员的敏感度 还有幼儿专责医师 中央地方得赶紧补破网 才能成为儿童真正的靠山 散选梦华群青